提及明朝的贵妃时 第一个闪现在脑海的名字 非万贵妃莫属 这位令人咬牙切齿的女子 得到了朱剑申终生的宠爱 她的经历非常罕见 她的狠心程度也是与众不同 因此她的名字被历史铭记 另一个同样著名的贵妃 是万历帝的宠妃郑贵妃 她和万贵妃一样备受争议 关于挺鸡案 宜宫案 红丸案 这三件大明案件都与她有关 是非屈直 真相难辨 我们无从得知 不过 这位在史书上留下名字的女子 确实与众不同 几十年不上朝的万历帝 每当遇见她 仿佛生命中多了一束光芒 她枯燥乏味的日子 也变得丰富多彩 万历帝在生命的最后时刻 仍不断嘱咐要与郑贵妃合葬 但这位与文官集团 争斗了几十年的皇帝 最终未能如愿 陪伴万历帝身边的 是她并不待见的 郑公皇后和王公妃 那位容貌美丽 极致聪慧的郑贵妃 与万贵妃一样 赢得了枕边人坚定不移的心 然而 直至最后 她们为此付出了头破血流 精疲力竭的代价 却未能获得皇后的尊位 她们以贵妃的身份下葬 尽管陵墓宏伟壮丽 充满皇家的尊贵气息 却仍然孤寂的长眠于地下 一生的荣华富贵最终归于尘土 史书中只是瞥见她精彩绚丽的一生 郑贵妃出入宫时刚满16岁 而万历帝则已经18岁 那时万历帝已经娶了王皇后 也预示着未来几十年将要面对冷遇的王公妃 万历帝对王公妃只是一时的兴致 然而这位宫女却意外怀上了皇子 她似乎天生具备福气 在太后殷切期望能有孙子的劝说下 那起居住以黑白分明的文字记录着 万历帝不得不承认这个事实 于是王公妃顺利地生下了未来的皇帝朱长落 然而这一切对于万历帝来说并不重要 也为她的红颜知己并非这些人 正是在这个时候 郑淑贫进入了她的视线 这位从小接受张居正教会的国君 第一次遇到如此与众不同的女子 她容貌出众 性格与那些典雅温婉的闺秀完全不同 反而充满活力和机智 其他女子遇到皇上都是毕恭毕敬 低头顺从 眼神不敢胡乱瞟事 言谈也不敢冒昧 生怕一旦惹怒皇上 自己的前途就会毁于一代 然而郑贵妃却与众不同 她敢执是万丽地 敢搂着她摸她的头 敢和她争辩开玩笑 甚至敢戏称她像个老太太 而万丽地对于这种超越常规的行为 不但没有生气 反而非常喜欢 人生漫长 能够拥有一个知己 实在是多么令人欣喜 郑贵妃毫无疑问 成为了万丽地的红颜知己 为她的生活增添了独特的光彩 使从小学习仁义理智信的万丽地 也开始有了依恋之情 淑贫 德妃 贵妃 这些封号的逐渐晋升 让她心花怒放 万丽地能给予她无尽的宠爱 然而皇后的地位 却超出了她的能力范围 1586年 郑贵妃诞下了朱长巡 这使得万丽地心情愉悦 尽管对于帝王家庭来说 多子多福本应是一件喜事 但三皇子的降生却为许多大臣带来了忧虑 未来的十几年里 万丽地将与文臣们展开一场 关于太子继承之位的拉锯战 郑贵妃受到万丽地的宠爱 而三皇子朱长巡也被受宠爱 有一些阎官曾经出言不逊地 指责万丽地好酒好色 但万丽地对此并不在意 她说天下哪个人不喜欢酒 至于好色 她只是对待郑贵妃一人而已 对于某个人来说 皇帝的宠爱是一种无比庞大的恩责 就像是上辈子拯救了整个银河系 才能拥有的好业 然而 对于后宫中的其他女子来说 这是一场灾难 对于朝堂来说 这也是不合适的行为 万丽地迟迟不肯立太子 这让文臣们坐立不安 这些博览群书的文臣们 提出了一份份奏折 主张无敌立长 认为早日立下太子 才能稳固国家根基 万丽地听着这些文臣滔滔不绝 口若悬河的劝谏 感到头疼不已 内有皇太后的压力 万有百官的奏折 万丽地感到非常愤怒 帝王之怒 可以是血流成河 也可以是磕头谢罪 万丽地甚至将那些 咄咄逼人的大臣 拖出去打板子 然而这些文人却是意志坚定 越是受打 越是显得精神抖擞 板子打不完 劝谏之声也从未停歇 无奈之下 万丽地只得稍作妥协 推出了三王并封的方案 但实际上 他对朱长落成为太子 仍然不满意 在这场漫长的拉锯战中 万丽地屡战屡败 屡败屡败 关于郑贵妃的提及 虽然只是片言之语 但我想郑贵妃 也渴望坐上那个位置 就像每一位后宫妃嫔一样 期待着自己的儿子 能成为九五之尊 然而 无论是委婉暗示 还是火上浇油 最终他获得了 出乎意料的结果 万丽地为了他奋斗了多年 却最终失败了 他的努力付诸东流 郑贵妃看着万丽地 沮丧地颁布了 立太子的诏书 朱长落被册封为太子 朱长寻被封为父王 这场长达十多年的斗争 未能实现他的期望 然而 在1615年 一起刺杀案 改变了母子的命运 使他们被迫分离 太子朱长落 遭遇到一次刺杀事件 一名名叫张叉的人 持凶器闯入太子宫殿 幸好那时及时赶到 朱长落才幸免于难 张叉在严刑拷打下供人 指责郑贵妃与此案有关 郑贵妃得知消息后 急忙前往向万利帝辩白 然而这一消息早已传开 朝臣们一片哗然 将他视为霍乱之缘 面对群臣的愤怒 万利帝决定 让郑贵妃亲自与太子解释情况 然而朱长落却无能为力 他不受父皇的喜爱 太子的地位也并不稳固 朱长落看到万利帝的态度 明白这件事只能到此为止 最终张差等人被处置 而郑贵妃毫发无伤 万利帝才松了口气 对于这个女人是否与案件有关 朝臣们无疑认为 她是最有动机的人 太子和福王本就是竞争关系 她自然会嫉妒太子的地位 希望除掉她以求解脱 然而 像郑贵妃这样聪明的女子 不会犯下如此低级的错误 不仅太子宫殿又重重保护 就算太子稍有闪失 她也将成为首当其冲的嫌疑人 她何必冒着被怀疑的风险 来进行这样毫无周密计划的死杀呢 真相仍未定论 尽管有各种谣言流传 但万利帝仍然相信她 对她保持着无微不至的关怀 福王朱长巡最终被派往封地 她任性地想要保留这个 她亲手抚养长大的孩子 但无奈之下 只能在太后的严厉威严下低下了头 路途遥远 母子之间不知何时能再次相见 万利帝给予福王前所未有的奖赏 然而这无法填补她内心空虚的一角 她陪伴在她身边 见证她从年轻而英俊的君王变得白发苍苍 但他们仍然紧握着彼此的手 郑贵妃所面对的并非一个能够主宰一切 言出必行的君王 万利帝无法为了她随意罢出皇后获利储君 文官集团的强大使她只能像普通人一样 为自己所钟爱的事物而奋斗 这一过程充满了辛劳 而结局也未能如人所愿 她并未成为流传千古的贤后 无法与君王共享深情抗力之爱 她虽受宠爱 但也伴随着诽谤之名 她无法获得王皇后那样统治天下的地位 也无法像王公妃那样稳坐皇太后之位 她唯一依靠依赖的只有万利帝这个枕边人 在获得君王宠爱后 任性妃子往往会被冠以恃宠而交的成语 万利帝的宠爱持续了几十年 郑贵妃的骄傲也持续了几十年 甚至万利帝临终时的遗言 都是要封郑贵妃为皇后 她希望与自己心爱的女人合葬 共度生死 然而万利帝未能如愿 这位至高无上的君王无法在世时 册封爱人之子为太子 也无法与心爱的女人合葬 她再次输给了朝廷上的大臣 生活在同床一学之中 就如多年以前一样 郑贵妃与万利帝之间的爱情故事 始终与朝廷的权力博弈相伴 这对相爱却悔恨婉遇的两人 未能获得他们梦寐以求的一切 即使一人坐于龙椅之上 另一人则享受宠爱和尊贵的贵妃之位 万利帝在明石三陵 郑贵妃在银泉山下 相隔不远却又不近 尽管他们无法共振共穴 但幸运的是 他们的深情永在始色 留下了不悔的爱情